最近就请到了胡教授来与今天正道 胡教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 世界在等待的基督徒 有请我们胡教授 我们就放一个 就会看见这个东西叫什么 苹果 苹果 对 咬了一口苹果 在很多的商业广告里面 当你们一看见这种逐景的时候 马上就想到一个产品 因为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非养过苹果 它带于一种标注性 有时候全世界会通用 你走到任何地方看完就找 你然后知道它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呢 想到这个是想到什么 想到已经说了 再去几个例子 这个呢 这是男生最多的 男生像有多少人今天看Polo来的 夏天 再出手一下 小朋友 今天小朋友回到里面几个站 看到这个东西是什么 然后知道是卖汉堡是数十遍 对不对 我这个没什么来吃喜欢的东西 这是什么 现在可能没人在买这个 我现在都在买这个问题 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了 那现在这个 来 喝一喝咱们女士吧 这啥玩意 啥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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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利益 也不及 你去看看大赖亚一台台 这都在中国人这边买一买卡 十个二十个站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这种 有时候也做过这种研究啊 很多孩子他不会讲话 他不想要怎么写字 他光看到这个东西还就要 有没有 假如说你看大赖亚了 那他就说要什么 开飞鸟 或者其他那个超级场买一个 去个天理卫 他有时候特别讲 说这地方不买天理 就是让父母去结账的时候 小孩子会说 妈妈 我要 对不对 小孩子还不认识字 他看见这些东西 他马上就知道 这是属于某某某某东西的 所以那些问题 那如果今天我们讲基督徒 请问你会用什么标准 看到他 或者是确定吗 确定 如果讲完以后 你确定不确定就这样 讲完以后不确定 不过刚才有准备提过来 就是我们可能用不同的牌子 不同的标志 信息 我们刚刚上的诗歌 我们在这里的禁 满轰轰轰来说 我是基督徒的那个记号 所以我们要问这个记号到底是什么 有当然我们要在这里看到 这个外整个记号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问 他到底什么是一个 内险性的记号 说我到底是谁 特别说是我基督徒 刚准备讲了 有一条鱼 所以我知道这个字 它里面有五个希腊证明的 就是说今天成为基督徒 就是在咱们车子的后头 就用一个鱼的标志 就走在路上 来说说我是基督徒 就讲了一个笑话 有一天啊 有一个女士 她就在停下来后 没多久就被警察了 一下 这个女士就非常非常的奇怪 我刚开车什么都没问题啊 没床顺帮我来那样 她说我刚刚停在你后面之后 有一部车穿在你前口 然后你就摇下窗子 破口打骂 然后举起一个公子 在骂她 买口张话 然后呢我看见你后头 这个车子里面贴了一个鱼 我想这个车子是谁冲来的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讲话听得见吗 我们现在讲话听得见吗 她就说你不是基督徒 有没有 很多人跟你讲 你们做什么 你们是基督徒 随便不是基督徒的还差 有没有 这你们是基督徒 还说你们是基督徒呢 有没有想过这说这样的话 最难道是做基督徒 就是咱们在后头 车子后头贴一部 贴一个六种题 就叫基督徒 在这个上面你看见 有了五个希腊的单字 把它表示出来 它的确就是 五个不同的希腊字母 把它写下来 我把它的中文 还有英文把它翻译 所以我就会看 它什么意思 就是耶稣 基督 神 儿子 祝主 这五个希腊单字 翻出来就是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是神 祂是我们的救人 而这五个希腊政府的排列 它意思就是一条鱼的意思 所以这是一条鱼 鱼的希腊政府 五个政府它翻下来 就是耶稣基督神 儿子是我们的救人 所以古时候 在最早最早 第一个世纪 那时候基督徒做破坏 因为我一看 看肚子弟兄 或是看虚伪看你心 看起来像基督徒 咱们都打担了 就画这条鱼 或者是在教会正代的时候 昨天学了一个人把这个肚子寄给我 说教的机械是什么 在古代那个时候 看见地上有一个一个地方 有一个一个地方 最后最后 我们就会找到那个基督徒的基督徒 那个基督 古的神的儿女藏在那里 所以我们就要问了 难道整基督徒是今天 过儿子的中心吗 或者是 咱们信教教会里面 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圣经 表示你 学父5G 这个圣经都给你们三千万 对吧 从创世记到启示论 每一点 启示论的最有主假生的 到最无聊的 每一段每一段 一种当务的基督徒 经文是19年 19年 之前是有1到14年 特别是10年的时候 我很喜欢那些背场 拿着我们写这个背场以后 我们就说 想去基督徒 进到教会的时候 当然现在可能不太了 你就在 就集着咱们的安排平台带过来 但是古之后 在早期那个时候 也一本斑滥的圣经 这代表 这可能就是爱主 爱神的话语 吃到肚子里面 干减的 受力的思想力 然后遇法力的 所以可以讲讲 John Sturgeon 这个 刚才讲过一句里面 没有错 他说什么呢 他做一本 四根理学的圣经 通常他主流了 主完整的 是一个 Falling Apart 这样的一个 词词 他的主流 不会Falling Apart 但是我们的 行为的 言情是正直的 是可以 接着进来的 没有错 有一本证经 是我们的基督徒 或许呢 刚刚准备讲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 十字架 或者在家里面 挂了一个 基督之我家之主 还是在那个火炉上面 放一个 诗篇 二十三篇 还是什么 克林侯前书 十三章的 爱的诗篇 因为怎么 我今天问一个 问题 我想看 是什么 应用性的问题 今天 我就直接 差不多来讲 假使 假使 神 就是神不允许了 假使神允许 神允许 十年二十年之后 在美国 成为基督徒 聚会 是一个违法的行动 或者成为基督徒 是一个违法的真正法 我要在你们身上 能不能够找到证据 把你抓到 接着回去 这个证据不包括 不包括 不包括 有的圣经 不包括 你家里的十字架 不包括 你家里的 耶稣基督 是我家 自己的 那些 坏者 自己的正常 地方 而我看见这个人 我就知道 你是基督徒 我把你造造成了 我今天要问你是这种人 这是今天想跟你们分享 这些语文之家 现在解释成了一个 刚刚在党国当中 我们今天 今天 我们刚在那边的党照 我们要在这里 我们要成为 行动的教会 我们要成为党照的教会 我们成为 越来越远越光 有见证的教会 今天的问题是 刚刚提到的外景性的信号 这些记号 能够说我们是基督徒吗 因为咱们这种人讲什么 经于其外 败去其中 而耶稣在祂的命运带里面 也不断地在责备人 批人 这些人叫什么 假冒为战的法律在里 他的七个货 Wall to you 就是Wall to you 这样子 这种外头的外在行为 里头 决定了 各式这样的国家 而这种 你以为人一下就看出来 我们也装不了和解 我们也装不了和解 这种和解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 分享的是 刚刚我们走过那段经文里面 要学习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在两千年间 在安利迪亚的地方 这群基督徒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生活形态 行之为人的方式 让他们的身份 他们被人家称为的 这种地业之间的前面 而这个在世界所等待的基督徒 这种标题下面 我们要分享的 他们的经文 就是 《基督徒经传》 第十一章 他们都在我们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一开始知道这些事情 就是这些因为 刺激反而是遭遇患难而刺散的民途问题 我先用下面这个图 中国分享的 到底是刺激反而刺激的事情 来提醒我们的讲法的上下 现在的教会也很荒野 在这个图里面 作的探鉴是 我把十六经传币 整个一卷书 28章把它开出来 然后分断 把它结成这个大的段数 今天要作的探鉴是 《基督徒经传》 在圣经里面 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是初来教会 在五星节之后 逐渐逐渐 在圣经、复经、教会开始有很大的复经,有些那个时候,教会出现了第一次的迫害,就是私底板迅导、赵罗开始逼迫教会。 第八章第一节开始,教会开始大逼迫,他们就自在。 所以私底板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教会就被迫分散,进到了犹太,比如贝利跟南下,去跟上马利亚的那个态点。 有一天,使徒们或是门徒们,他们就往北迁迷,就迁迷到了。 在后面,我们知道他们有赤赛的门徒,走到哪里呢? 他们走到了贝尼伊,走到了赛福尔斯,刚刚的另外一个翻译,最早的翻译就是居比乌。 然后,走到了安吉亚,一些地方。 他们到了那里,在随狗随传,在他们传递的一个对象,当讲耶稣的对象, 是不像远远讲到,他们先向他们自己的粉丝附加的,他们的相亲户,犹太人一样。 他们像这些犹太人在这些不同的地方,随所随传,虽然教会分散,教会没有可能固定的聚会。 所以他们就跟他分享,耶稣基督,在这个组里面我想跟我们分享的是, 所以,这边地中海,这边地方,一个重要的程序,刚刚所提到的英文,所提到的地理。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走到了贝尼基,然后走到了居比乌,在地中海上的小岛,赛福尺岛。 最后,他们有一个地方叫做安吉亚。 所以,刚刚提到的,他们登战以后,就在地中海,所以沿岸,慢慢慢慢走上去。 所以,最后走到安吉亚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想进去下来。 人家提过,他们刚刚开始跟谁讲,只跟犹太人讲。 但是,后来有另外一群人徒,他们从另外一群人徒来,从赛福尔斯到他们的教堂, 还有另外一群人,这个人是从古丁爱过来的。 他们到了安吉亚这个地方以后,他们也开启一下犹太人的参加。 这位希腊人徒来讲。 对希腊的文化,希腊的语言,虽然在罗马帝国之下,就是他们当初的游风语。 那么希伯来语可以说,就是他们的方语。 其实我们在讲中文语讲,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印语的国家。 他们在那里跟讲,还是也传讲,像希腊人传讲。 希腊人传讲。 那古丁爱在什么地方呢? 然后在这个上面,在北飞,在北飞现在的利利亚。 多一下你看一下,其实在初代教会说,整个北飞是一个基睿教的动作。 所有重要的神学家,包括奥古斯丁的人,就是北飞和埃及。 这里一直到罗马帝国现在的整个北飞,是当时基睿教的重要重要。 一直到六百一七一年,穆罕马帝国起来以后,七百年,大概一百年之间的北飞就成为北飞。 所以一千多年以后,现在看到了从埃及到摩洛哥的北飞,整个区域叫做北飞。 所以还存留于这些当地的基督教的一些传统的信徒人传的比例。 但是这些奖劫,当年的古丁爱是一个古丁常见的地方。 在基督教的地方,基督教的地方,有三个重要的奖励。 第一个,就是罗马帝国的首都。 第二个就是亚历山主罗,就是在尼罗河在鸟州的顶端,有一个相拢的世界的不大集合。 亚历山主罗有一个很大的分调,而且当时是一个国际公司,有很多的国务场和机制馆。 包括当时国的奥基斯均,都在这种国民汇集围场之前。 第三个大集合,就是安吉亚。 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海岛,这个海岛的商业、经济、贸易的重点。 下面我给你介绍一下,简单的简介一下安吉亚,在当时他所扮演的重要的领导。 这张图是在 刘文池集围场! 他刚才说的,传媒的一个李明导! 我都一直跟在中国上去看看,他就像一个回魂尽一样, 他最早是一座南边的尼巴嫩的山下, 一望北沿流,经过现在普洋西区域, 在转弯到右边,然后在南下, 再转到西欧繁远。 绵延流长的一条路,而这个非常阻挠,安静亚这地方对我们变成一个高搜索最好的区域的话,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在第三世代的时候,第三世代前三百多年的时候,这个体制被建立起来。 在第三世代前三百多年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这个城市叫做安静亚。 所以成为一个动静和兴致的中心,也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思路, 现在有讲到这种很重要的一路,这是当年思路的一个起点。 我们这里一直往中边走,最后就到了中国,也是所谓的投资的房价大宝。 所以可以看一点,这是各式各样聚会、重要商务、贸易、香料、丝头、聚集的地方。 所以可以讲,原来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商业中心, 就有各样工作机会、不同的人群总值就在那里聚集。 所以在那里聚集以后,当时很多的希腊人就在那里找工作并居。 但是犹太人,他们被逼迫在跑上的安静亚。 所以可以想见,安静亚这个总是,可以说是一个大都会, 一个中会集,人口会集,很重要的经济、商业和中心。 具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包括传统的一种。 于是想想,在山洋任务对平常在这一块的地方, 并且最想过了一条河,往北边很快地飞到津泉溪,飞到洋游去。 2.5这条高中路也是一个很重的大动脉, 约翠深脉。 现在走在这里,也是想讲, 这个地方对当年安静亚这样的有很多类似。 会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机会, 许多的中国人会在于地区,可能我们刚刚登上中国人会在这边。 主与他们存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信而归主是因为主跟这个教会存在。 这个教会里面有主人修基督,与他们在一起, 以至于很多人因着听信了这些信基督的口音, 当然也知道这些毕宗所的人在当中的亲信爱主, 所以他们就很多地区所的人在安静亚这些教会在一起。 那么这个风筝,那一点就传到了约翠沙了。 曾经我在里面当中讲过,听证比见证更难。 好风筝,比如传得不太好,坏消息一下被传出去了。 但这个第二个风筝,在安静亚一个精盛的教会, 分散以后,对耶鲁加尔这个领会听见了被分散出去的文徒, 在安静亚建立了这么一个教会。 所以他们就拆开了巴拿巴,来到他们当中去探访。 后来我感觉他在那边来帮他们来建立安静亚这些教会。 所以当巴拿巴走到了安静亚以后, 他就是巴拿巴走到的那里,安静亚,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典。 一个教会的建立不只是主的同在,也是主的恩典。 当主的恩典在这个教会的时候, 信主的人被上帝耶稣基督的恩典所吸引来到教会里面, 他看见上帝在聚教会里面的恩典,非常非常地高兴。 他就劝美这个众人,要持守,要不断地继续与他福音, 要仰赖耶稣基督的恩典,才靠谱。 这是一个教会长远发展,不只是主的他们所在, 才却主的恩典里面。 而这一批因此,也不会妄自费国, 说咱们教会大了,咱们就躺个蛋了。 咱们教会复兴了,咱们教会没问题了,什么都有了, 要很久靠谱。 教会越寂寞,越需要上帝的恩典。 千万不要自责易门,觉得咱们挺好了, 不要耶稣基督了,要很久靠谱。 那么,巴拉巴他是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大眼中间, 他看见这么多文徽,他看见一件事情,这个教会的施工太大, 这个教会还需要很多很多的教导和见语。 他觉得需要有另外一个方式来跟他在一起,他就去到大树里去找一个宝罗。 我刚才会看见词徒宁站的一段讲座里面, 六七八十讲到初代教会,第九章讲到保罗的禁止。 他是保罗,他接口教会。 后来,犹太人叫伏伤保罗,伏伤保罗,他就跑回了他的老家,叫做大树。 在大树里,在大树里,在大树里。 巴拉巴知道保罗在大树,因为各位词徒宁站的时候知道, 他之所以,扫罗之所以和保罗之所以被门徒推出门徒结下, 是因为巴拉巴的影见。 所以巴拉巴来到安吉亚看见这么一个兴旺的教会, 他知道这个教会需要教导,这个教会需要被建立。 所以,巴拉是一个有恩资的人,他就要去大树,把保罗带着安吉亚来,和他一起去。 所以,大树在哪里呢? 各位,大家看见了,这个是安吉亚这个地方,大树的安吉亚, 就是在他的东北角,西北角大概十一点点的方向, 所以他就到大树去把保罗给找回来。 大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学生,一个文化的中心, 大树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曼曼曼曼曼在那里开始生争的地方。 他在那里,保罗在那里,所以巴拉巴就把保罗从大树找到了安吉亚, 在那地方他们就开始来教导。 26节他找着了,就带着他到安吉亚,他们就在那里有一年的工夫, 所以教会在一同聚集,在那里有很多的教导。 教导这个正在兴旺的安吉亚,在那里,在建造这个主要是基督的圣体, 他的心理性和教会。 密研之后,在《使徒听传》的《使徒听传》的《使徒听传》的《使徒听传》, 《使徒听传》的这种口号,先把讲的口号,完全说这个。 然后,圣经里面两文句话叫做《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吉亚集中》。 我们来讲一讲,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门徒》? 英文呢,它叫做《beciple》,这个字是从拉丁文念过来的。 这个字的《门徒》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学徒,就是一个学习者,就是一个门徒。 文徒其实没什么了,文徒就是,我不懂,你还教我,我跟你学,叫做文徒。 那么在希腊论里面,这个《门徒》的概念就是什么呢? 有一个老师带了一个角色,这个就叫做《徒听传》。 我是你的徒弟,师和徒。 没有任何更高档的层次。 所以,耶稣被称为是拉丁,所以拉丁带了一批,跟随他的人,这个叫做文徒。 保罗,他的师父是谁吗? 加玛业。 他说我在加玛业门降,门降,民主,奏教,所以他是加玛业的门徒。 所以,只要我说老师,你下手跟天理的人,那个就叫做文徒。 门徒没什么人,门徒根本就是还没出教门的。 学生,就是真的学的,在找文徒。 但你们发现,咱们的教授已经觉得门徒很高档。 木道友,从基督徒进入以后,咱们干什么? 我们上门徒训练,咱们上十二门课,咱们做个三月什么叫做门循,然后呢,我就门徒了。 木道班不用参加了,现在咱们上主义学,上经业概论,教业概论,小先知,大先知。 咱们查此数,咱们查这个,查那个,查这个,查那个。 因为觉得门徒比,比咱们基督徒高多。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门徒是什么,就不过是一个小学生嘛。 对不对,就是在这一天上讲,我们是基督学校里面的门徒,我们一直在跟着基督徒跟着学。 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刚刚讲出了两百六十九十门徒,基督徒就是出生过几次了。 在圣经里面,基督徒就是出生过三个字。 如果你们要生基督徒的话,在新元里面,基督徒一共出生过三个字。 基督徒这三个字,只是用过三个字。 只是用过三个字,因为发现很奇怪。 所以你会觉得,埃莫士基督徒这个字,如果字出现很少,表示要么它就是很厚过去,要么就是这个字是很厚的。 这是用臭名,你不要去讲。 它偏偏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让我诚明讲,能做得比基督徒还差的这种概念。 所以,如果新元里面对我三次,刚刚讲过,文族会成为基督徒,同样愿起手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实惠行战,第二次就有点,雅汁汉王,他在雅汁汉王的时候建设,把文贵费贷义的雅汁汉王里面做建设。 他跟他唐富英感觉就是一个进主的经理。 对雅汁汉王以后呢,讲了一句话,他说,哎,你想稍微劝我一下,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你觉得雅汁汉王对基督徒这三个字有很高的评价吗?没有,是一个非常奉赐性的,一个言语。 可能聊个五分钟,你觉得要我进这个基督教,有没有,很多人就用这个挖鼓,奉赐的口气。 对基督徒这三个字最好在雅汁汉王的言语,他必须怎么好。 第三次出现,是在彼得前述第四章。 彼得在告诉父母基督徒,有没有,不过在打三次,你要怎么样? 极乐,打极乐。为什么?为什么要打极乐? 因为如果为做基督徒,受福,不要修取。 基督徒这个字眼,在那个受提供的年代里面,如果今天不想提供各位, 人们在做的中国,长大的中国人民体好,你们在做之后, 有没有,在文革内代里面有一批人被贴障的那种很糟糟的标准,永远不能翻身的那种标准。 但是彼得告诉诸代教会,你们在这里受苦。 因为这个荣物,不要救贵。不要因为你被延压,称为这样的名,你就排不起头来。 你反而要昂然举手,因为这种人得主而至道。 道理,道理要为这个名,耶稣基督徒这个名,要把荣耀归给上去。 感谢主。 刚刚我们唱的徒字架,徒字架,那种公民呼歌,就是什么呢? 它永远是我的荣耀。 那个荣耀的名,保罗说不要救贵,所以是三次基督徒出现的这个字。 基督徒这个字,它最早的时候,不是安提亚教会,他们自己取的,是连教。 是在安提亚这个大中会的大城市里面,当时大概有五十多万人居住。 看见安提亚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一批人,活得很不一样,长得不懂得理,又不太好人喜欢,天天被修理,社会阶层好像被践踏在那里。 可是这些人还很奇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气氛。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在乱世动荡的环境里面,他们那种平安的隐游,很少啊! 记得吗?比如说,如果有的人问你们,心中平安的缘由,你们要常作准备, 要真主伟大的常作准备,与温柔,敬畏的心,来伟大革命。 我不许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这种基督徒。 所以这是别人许的,这不是我自己许的,所以要不我自己许就要往外挖,之外之门。 而且别人许的这些人叫做基督徒,但是我也刚刚讲过,基督徒大概是出现的时候,有异议。 但是当时耶稣的门徒们被人家称为,被他称为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我们怎么,你知道我们, 这家人咱们怎么称为自己的? 其实有一个字,我们很照顾,他们都忽视了。 当时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怎么自己称我们是谁的? 那时候没有人认为,我是基督徒。 基督徒第九章,就是讲到扫罗。扫罗在迫害基督徒,他抓人。 那么,当时他抓人,抓谁啊? 信奉这道,the way. 耶稣基督徒曾经讲过,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信奉那个道的人,我是信奉那位的那一人。 所以,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是一群人。 遵守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根据他道理的门徒。 基督徒这个字,Christianos,两个字根放在一起。 第一个字叫做Kristianos,我记得刚刚在《天药语》里面的第二个字,Kristianos,基督。 第二个字叫做anos,意思是说像基督的right Jesus,有基督的处境,像一个基督的温柔、谦卑的样式等等。 所以,Kristianos,这个字翻出来,最好的单语,我找到最好的单语,我找到最好的单语是小基督。 一批人来到教会聚集,他们所成见出来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缘起,让外面的人看见自己家伙很奇怪,但是他们活得很像他们所宣称的那个基督。 那我就说他们去找基督吧,看到他就像他基督一样,看到他,他就是巴默的威的那些人,他就去找基督。 他们去找基督吧,懂我的意思吗? 先再讲讲,待会出去买赛了之后,你随我基督徒那三个字的时候,你正好讲一讲,我去找基督。 我去找基督,我就像基督,我讲得像基督。我愿意学习基督的那些人,叫做基督徒。 所以,虽然经过第一世纪的这种破坏,但从第二世纪开始,这个名词就会基督徒认为一个有异的词。 是的,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就是小基督徒,我们在一起就是耶稣基督征,我们活出来的就是在世上耶稣基督征的荣耀,的这样子,必须人。 我希望你们了解这样子以后,我们会很争取,而且更要紧紧来争取入这个基督徒。 所以我们问,谁是基督徒啊? 谁是基督徒啊?既然不是一本破圣经,不是车上的那个计号,不是十字架,不是外在的计号呢,谁是基督徒? 在这个问题,我们很快地跟大家讲一个例子。 这个叫做United in Purpose,这是一种比较保守派的组织。 他们当时在大选期间,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鼓励更多的基督徒去更计投票,来选某某人。 有没有,所以去年的时候,考得过去开标的时候,怎么会相信有基督徒会选那个人啊? 你们怎么可能,懂我意思吗? 所以David,他就鼓励基督徒来投票,投给我们指挥的等等的候选。 但是我不是讲这个前面过去大选里,而是看这个候选,他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一个replication。 他们怎么去鼓励登记,第一个,他们就去找是谁还没有登记投票。 这比较简单,你要去把这个没有登记register的这个voter找出来,然后对比了以后,没有在上面的人就是没有登记,对比他投票。 第二个,他们要找的是在这些没有登记的投票人当中,找出来他们是基督徒。 第一个要简单,第二个麻烦,为什么呢? 因为在美国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者任何一个地方有一批叫做基督徒的名单。 你不可能去找到什么快利卡公司,去找Amazon,或者很多人卖那个名单,对不对? 他们可以拿到这些名单,在拿到这些名单以后,他不想什么项目的项目。 怎么卖呢?很有意思。 这个基督徒就开始做,英文叫做BetaMine,搞大数据。 他们就开始设想什么是基督徒。 首先,这个基督徒可能是代价教育的,Contooling。 第二个,这些人可能是任何钱的,先给某些charity,比如说世界展望会啦,赖你孤儿院的啦,等等。 然后,它可能是在某个政党中间,它是百分之一就比较大。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这样是基督徒的话,你会发觉,然后把每个东西做做准分。 如果你是这样的,你准时分,让你20分。 后来就太老了再想说,那这样的话,如果比如说我每个礼拜来去教会,可以得到100分。 每个月奉献可以得到500分,然后我支持某个宣教机构我可以得到300分,我先帮助老汉和老汉,帮他们送饭送饭,可能得到50分。 然后,比如说你责募得到1万分以后,这个人叫做基督徒,他们在这个里面,他们都从非常mining以后,把每一个基督徒所做的外在行为表现赋予一个加成继续以后,得到这个分数以上的基督徒人可能是基督徒,然后打电话叫他们去投票。 但是,你问题要去想,有时候在想说,如果今天我把我自己放在他们那里面,我自己会很好,万一我不够责,我就不是基督徒了。 为什么?我刚刚已经不断提到经营其外,拜世其功。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就像这个样子,外头上头打个好大好大。但是,实体下,你要看到什么? 是大头是什么?大头是一个萝卜。外在的进行行为,但是很小很小的生命的机。 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好不起眼,没有任何可以光鲜亮与在外面渲染,但是他生命却紧紧地在耶稣基督徒。 外在,我们可以打分数,我给你几分,几分,几分,然后我先生,我是基督徒。 可是,当那天末日后,我们在神面前站立的时候,在谨慎的那个日子,在大幕后的谨慎的那个日子, 在谨慎的那个日子,在谨慎的那个日子,在谨慎的那个日子,在谨慎的那个日子。 基督徒的这一字,千万不会忘国为虚拟,我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整个问题,那谁能够可,如果打分数,换上去是,咱们每一个人都不够可。 好交集是,已经用了很多人为我们花了反。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个就是工作, 花了反,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上帝的人。 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人,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像基督的那个意思。 各位,我们看过这部电影,叫做《空军一号》。 所以,这个不太爱,我要讲,因为不太爱,很喜欢Terry正宗。 在今天部电影里面,他是一位美国总统, 然后讲《空军一号》这是一个假装的故事,被暴肤劫持了, 美国总统被毁,被毁,进行了原始。 美国总统是全世界,立刻最伟大的总统, 赤手空拳,三刀如罗马画一圈,全大海圈圈一圈干掉, 但剧情永远是这个话题,最后一两个人要不过问。 但是《空军一号》受到很大很大的冲击, 很快要对的。 那么,在这个天津伊朗,就是派了一部小伙众对机来营救美国总统。 在这个画面,美国总统在空军一号队伍之前,抓住了这个钢索, 在这个小伙众们吊栏,吊栏,吊栏,吊栏。 美国白宫副总统就非常紧张,就问, 在这一段电视频,然后一段电视频的吊栏, 然后《空军一号》调来,调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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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再点接到另外一个画面, 美国副总统在白宫战室里面,非常紧张地冒冷汗, 抓住手机,说到底有没有,就到中共了。 再来回三次以后,然后从电视频里面谈来一句话, 谈来什么句话呢? 所以说,Liberty24是千金科兰,Liberty24是现在的第一号。 自由二次号,反正是第二次号, 最后第二次号是一个人的空军一号, 因为这家小伙众,小伙众这场飞机, 它的原来代号就是Liberty24。 然后这个话谈出来以后,整个白宫全场观众, 大家开手鼓掌,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到了美国总统, 为什么就到了美国总统? 因为美国总统登上那架飞机以后, 这架飞机就要称为空军一号。 所以它可以是一样非常漂亮的747蓝白的空军一号, 也可以一部毫不起眼的小楼姐的飞机713, 我自从毫不起眼就很大的。 但是重要的是,今天这架飞机的编号是拒绝于谁在这架飞机上。 这架飞机的编号是因为这架飞机的编号是什么?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因为基督在他们里面,所以他change他们的靠上。 从现在,从门徒我们称为基督徒。 用什么门? 我一直靠上来的。 耶稣基督在不在你里面。 耶稣基督在不在你里面,耶稣基督在你声明当中来见到,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外在非常厚实,我们的内在也很厚实。 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告诉我,我今天我到底去求, 因为耶稣基督是学的,什么是我们的编号? 我们这种宝贝,我们的瓦器,为什么? 我们看起来非常一点都不可能。 但是,在我们这样子一个瓦器里面,有什么呢? 有这个宝贝,而这个宝贝发出的莫难。 基督徒的称号,之所以宝贝,是因为我这个不愧的蒙恩的罪人在我里面,尤其基督徒。 所以,我今天会称为基督徒。 或许我现在可以向众人宣称,我去基督徒。 这是我的称号,我的第一身份,我去基督徒。 就是在后面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刚好在基督徒, 我是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我是基督徒的诱人, 我的第一身份是基督徒,各位,您的第一身份,我是基督徒。 所以,吴伦光最讲的一句话, 在基督教最大的最让人无缘以为的辩护就是一名基督徒。 我们向人来证明基督徒,就是用基督徒品格, 这个无可指引的证明。 英文是一个unantical defense,一个是undeniable evidence。 这两件事情才证明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基督徒。 希望我们可以看见,如今我可以跟大家跟着, 我是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夸罚罚你,让我何止而成为耶稣基督人。 我耶稣基督人。 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身份。 既然我们被护装过来,我们身份,我们身份像个灯泡,我们身份像个灯泡。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和十四节,祂讲到什么? 我们是世上的颜,我们是世上的光。 基督徒用颜与光的角色,进到了这个世界。 最后,有一个年龄,斯多德牧师讲的这句话。 他说,我们今天非应当问,这个世界是有什么? 因为这整段经理,我们应当问的是,颜和光是有什么? 黑夜来临,房屋很黑,太阳下山。 不怪,天然有了,会不会是光在哪? 肉变坏了,世界不化了。 系统资长,不怪若鸣,我问的问题是,颜在哪? 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本体。 因为颜是可以长的,光是可以太的。 所以,遇到我们的人,他可以看见我们是有贤味的, 尝到我们是有贤味的,或者看到我们是有光明的。 而我们要尽量做的,就是各位,我们要做的有贤味的基因。 我们不可能只狙击在这个地方,而会分散进入到社群的基因。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原素质高渴,要把我们的原造在这个世界上。 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根本不是原的本体,因为我们还没有在联系中真正的美国。 所以,各位各位,我们来诚问一个有什么问题? 每一个固状里的人,口渴不得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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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因为固状里很渴,他们才是第一生命当中的独卷。 可能不得了,他必须要在这步步江河当中永远流出来的火水江河的内陈面。 这种有贤味的基督徒,使这一群门徒在安提拉教会被称为基督徒, 他们对这个事情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发挥的影响。 这一群门徒,最后他们看到,我把这一群门徒放在一起, 就会看到,他们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道,后来他们也向希腊人讲道。 我希望用这样一个方式来提醒我们的兵子, 我用一个十字架的作标,把文化和语言和地域观念放在这里。 地域等地,亦会同意。 尼路撒昂徒教会,他们是讲希伯来伦的犹太人语气, 就直接入撒昂徒教会。 当教会分散依托,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和安吉亚,他们跑到地域去。 他们刚开始研究讲,希伯来的犹太人传。 但是你看着一个教会,从红像到红像,后来到红像。 他们一个十字架,或者他们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记号, 他们的记号,耶稣基督改变了他们的符号,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 希望我们的主人之家,一年以后,我们在一起聚集一年以后, 樱桃山附近的人称他们的符号为基督徒。 耶稣基督改变他们恩贷在南极基和居家的基督徒。 他们有按理新聚,他们要起来一起建造。 帮助他们兼聚会把耶稣基督临进他们的心中,改变他们的呼号, 让他们成为一个一个的小基督。 走进这个社群,走进他们的工作,走进他们的家庭。 在这里,他们用联合观的讲解,来为自己的事情宣讲耶稣基督徒。 不只像中国人,也像我们当务所有居民。 祝福教会每一位基督徒。 我靠恩贷的书,借过这样的祷告。 阿们。